和女友在一起五年 在她又一次撒谎骗我后 我突然倦了 看着在酒店走廊拥吻的两人 我给女友发了条消息 苏苑 分手吧 彼时女友看到这条消息后 她却只是不耐烦地 嫌我无理取闹 故一只 你别动不动就拿分手威胁我 要是真想分手 就滚远点 后来我真滚了 女友却后悔了 她丢下当红的事业 耗尽全部身家 重现为我挡孽缘而碎掉的欲坠 大雨滂沱的夜晚 跪在我别墅门口 只为求我跟她复合 今天剧组拍夜长 你自己过节吧 看着手机上女友苏苑发来的消息 我无错地站在刚布置好的房间里 今天是我们五周年纪念日 我早早就为她准备了惊喜 但眼下女友这个消息 却直接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下意识给她拨了电话过去 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通 对面的苏苑嗓子有些哑 语气也算不上好 你又要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在拍戏吗 能不能别总打扰我 好不容易来的情绪又没了 顾一只 我每天拍戏真的很累 你能不能体谅我吗 苏苑的话 让我好像被一面浇了盆凉水 但没过两秒 我就哄好了自己 毕竟苏苑如今是当红女星 戏一步接着一步 剧组协调不过来时间 也情有可原 连连道歉挂了电话后 为了能让苏苑有个好心情 我直接带着蛋糕和礼物 主动去了苏苑的剧组 既然她没有时间来 那我就去找她 但没想到等我赶到剧组 导演却陪着笑脸对我开口 顾总 我知道今天是您跟苏老师的恋爱纪念日 所以专门给苏老师放了一天假 导演的话让我眉头一皱 苏苑不是说 她在拍戏吗 看到我的表情 导演恍然大悟地一拍手 苏老师肯定是在酒店化妆 顾总 这是苏老师的酒店房间号 拿着苏苑的房间号后 我心中的疑惑散去 兴趣是苏苑想给我惊喜 也说不定 但等我从酒店的电梯走出时 却正好看到苏苑和另一个男人 亲密地搂在一起 我大脑轰得一声嗡鸣 但在两人看到我之前 我还是下意识迅速躲到楼梯间 接着 我听见那个叫肖像汉的男生开口 怨怨 刚刚我看见了一个人影 好像故意知啊 苏苑听到我的名字 语气浮现出不悦 她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估计还在家里啥等我呢 天天搞什么惊喜 我都看烦了 听她这么说 肖像汉突然对她来了个壁东 那我更故意知 你更喜欢谁 如今我和他们只有一强之隔 我死死捏住手里的蛋糕绳 心里既有屈辱 却也怀有一丝期待 当然是你 苏苑几乎没有一点犹豫 要不是因为她有点小钱 当初给了我一些饮食资源 我又怎么可能为了感谢她 跟她蓄与威仪五年 况且我成名之后 也没有对外隐瞒她的存在 说到底我也没欠她什么 苏苑的话 把我的记忆拉回五年前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 当时苏苑才刚大学毕业不久 为了一部小网剧 被导演逼着在饭局上陪酒卖笑 酒局上很多小姑娘都屈服了 唯独她在遭遇闲猪手后 直接拎起一个酒瓶 砸了上去 她当时说 我是来追梦的 不是来当陪酒女的 彼时的她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就这么吸引了我 最后是我帮她摆平了那的导演 又给了她另一个大导演的面试机会 最终才让她凭借那部戏 正式进入娱乐圈 如今 把我从回忆里抽离出来的 是两人拥吻的声音 我从细小的门缝里看到 两人一边拥吻 一边进了房间 我的心像是被撕了的大口子 止不住的冷风正往里面灌 我不知道就这么在他们房间门口 站了多久 直到一个外卖小哥 将一个小袋子放在他们门口 我才回过神 袋子里装着的是两盒激情套 看到这东西 我浑身突然涌出一阵疲惫感 随后抬手咚咚地敲响了房间门 二 妈的 不是说了放门口就行吗 敲什么 肖像汉满身红痕 围着玉京 就这么骂骂咧咧地开了门 还没等她看清我 我就将手里的蛋糕扣在了她脸上 随后在她反应过来之前 又给了她两圈 在她的痛呼和骂声里 我头也没回地离开了这个恶心的地方 在返程的车上 我给苏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苏苑 分手拔看着显示发送成功 我反手就将她的微信拉黑删除 到家后 看着屋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装饰 我不禁又再次红了眼眶 苏苑的家境并不算好 父母又重男轻女 跟我在一起后 她总说怕我会抛弃她 于是为了让她安心 每年不管是大小节 我都会给她准备惊喜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之前只要收到惊喜 就会高兴很久的苏苑 现如今 居然说自己烦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也的确是够傻的 明明在肖向汉出现后 苏苑的变化是那么明显 他们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苏苑对我提起她 也只是说把肖向汉当弟弟 所以我才放任苏苑 给肖向汉资源 甚至还带着她 拍了一部又一部戏 没想到现在弟弟 变成了情弟弟 我则成了个 彻头彻尾的小丑 就在我刚收拾完屋子 门口的智能锁却响了 苏苑把门摔得震天响 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 故意知 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今天没陪你过纪念日吗 你至于闹分手吗 以前苏苑只要一生气 不管是不是我的错 我都会率先低头 但这次我只是冷眼看着 任凭她咄咄逼人 也许是我太反常 苏苑也生出一丝心虚 我听导演说你来找我了 要是因为我骗你生气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那是因为肖汉被人打伤了 我正在医院照顾她 看着如今还在撒谎的苏苑 我心里满是讽刺 既然肖像汉这么需要你这个姐姐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的话让苏苑猴头一梗 她恐怕从没想过 对她千一百顺的我 现在会这样的态度对她说话 为了震慑住我 苏苑提高音量 顾言之你不要太过分 你是不是觉得当初帮了我一把 我就得欠你一辈子 是 你的确把我捧红了 但我红了之后 给你那个小公司带来了多少利润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早就不见你了 现在我还肯和你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放不下这五年的感情 但你呢 只会无理取闹 我看你现在也不需要我赔 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吧 看着又急匆匆离开的苏苑 我揉了揉太阳穴 原本的伤感 顺势反而散去了不少 三 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苏苑和肖像汉能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看着鼻青脸肿坐在客厅的肖像汉 还有小心翼翼给他擦药的苏苑 我瞪大自己的眼睛 生怕是自己没睡醒 看到我肖像汉立马站起来 一只鸽 你醒了见我冷眼地看着他 肖像汉楚楚可怜地向我解释 我昨天被人给打了 怨怨姐怕我没人照顾 所以就让我搬来住两天 一只鸽 你不会介意吧 看到他这富绿茶样 我毫不留情地冷笑 会 所以你现在给我滚出去 顾言之 你够了 见我这么不留情面 苏苑怒吓一声 眼看他就要发怒 肖像汉突然去拉他的手 怨怨姐 我的手机掉在车里了 你去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面对肖像汉 苏苑脸色瞬间软下来 把他直走后 我冷眼看着肖像汉 一改刚刚柔若可泣的模样 他眼里带着对我的不屑 一步步走上楼梯 和我对视着 故意知昨天打我的人 是你吧 见我不说话 肖像汉眼里得意的神色更重 既然你知道我跟苏苑的事了 那你最好识去点 自觉滚开 毕竟我不想弄得太难堪 我冷吃一生 肖像汉天天这么装 累不累啊 你一个大男人学勾心斗角 只为了讨好女人 活得也够失败 肖像汉脸色一沉 但很快又换上笑脸 失败 顾言之你才是失败者 在苏苑心里 你连我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你凭什么说我失败 我能靠着苏苑在娱乐圈立足 能靠着她一帆风顺 衣食无忧 我这才叫成功男人 看着总算露出真面目的肖像汉 我心里冷笑连连 见我不接招 肖像汉悠闲不够 顾言之 你女人上起来真够劲 这顶绿帽子可要戴好呀 你这个懦夫 面对肖像汉接二连三的挑衅 我终究没忍住 上前两步就想去揪她的领口 没想到下一秒 她却直接顺着楼梯摔了下去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下一秒 我的右脸就传出火辣辣的痛感 苏苑怒目圆瞪地指着我 顾言之 你居然敢推像汉 这是杀人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我揉了揉脸 看着不到两米高度的楼梯 和低上一脸痛苦的肖像汉 她这招陷害 我还真没想到 放在之前 我一定会拼命跟苏苑解释 但现在 已经不重要了 我指着别墅大门 劈腻地对两人 滚出去 苏苑瞇着眼眸 顾言之 你敢让她走 信不信我就和你分手 听到苏苑的威胁 我冷笑 随即叫来了别墅的保安 接着对还没认清自己身份的苏苑开口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还有一点你误会了 不是她滚 是你们两个一起滚 随即 在苏苑不可置信的眼神里 保安直接将她的东西打包 将两人赶了出去 看着还叫嚣威胁 让我不要后悔的苏苑 我直接关了大门 四 原本以为我跟苏苑 这简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已经到此为止了 但没到半个月 苏苑又找上了我 她换了个新号码 在电话对面向我服软 一直 之前那些话 都是我一时心急口快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今天我来给你道个歉 行吗 虽然我对苏苑已经失望透顶 但不代表我可以无视 她在这段感情里对我的伤害 这个道歉 我受的 但我没想到 苏苑所谓的道歉 居然只是个借口 她不仅来了 甚至还带上了肖像汗 看到我逐渐冷下去的脸色 苏苑赶紧开口 一直我知道之前 你和向汗有些误会 今天还是她主动 想来跟你求和 一直 你就不要生气了 之前还明里暗里 挑衅我的肖向汗 这次居然真的低头 甚至还主动给我敬酒 而她之所以变得这么乖顺 也是因为在事业上碰了笔 我跟苏苑在一起后 为了支持她的事业 我利用顾家的权势 暗地里给她拉了不少资源 为了不让她有心理负担 这些都被我瞒了下来 但苏苑却真道我只是个小老板 认为这些年接踵而至的女一号 大致做戏码 都是靠她的实力取得的 甚至还把肖向汗塞 进了现在的剧组 可笑的是 就在我跟她分手后的几天 剧组导演听到消息 直接将早就看不顺眼的肖向汗 踢了出去 苏苑为此还去找导演闹了一通 没想到导演也不再惯着她 直接告诉她能演就演 不演就滚蛋 苏苑如今虽然是当红女演员 却也不敢得罪导演 于是又想起我 希望我能给肖向汗也介绍点资源 苏苑蹭到我身边 用胸口摩擦我的手臂 一只 你就帮帮我这个弟弟吧 以后等咱俩结婚了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啊 她正撒着娇 却发现我一直戴在脖子上的玉坠 突然消失了 一只 你的玉坠哪去了 我冷冷地抽出手臂 眼神死死地盯住她 碎了 我妈说那是她给我挡了孽缘 苏苑有些心虚的干笑两声 碎 碎哪了 我好整以暇地撑着头 冷不防地来了一句 纪念日那天 在酒店房间门口 揍肖向汗的时候 碎的话音刚落 苏苑的笑脸彻底僵住 那天是 是你 而一旁的肖向汗 还假装刚知道一样 添油加醋地在旁边开口 一只鸽 都是我的错 是我情不自禁 你想怎么打压我都行 但千万不要伤害月圆 看着不可置信的苏苑 和茶里茶气的肖向汗 我站起身 不想跟这对渣男贱女 再有什么牵扯 苏苑如今你是当红女明星 和以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 线下不过是一些小资源 难道你给不了肖向汗吗 还用得着来求我 你给我戴绿帽子的事 我可以不再跟你计较 但你们要是在纠缠我 就别怪我曝光你们 肖向汗 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选择 你们这对狗男女 可一定要锁死 别再祸害其他人 之前我对苏苑 可谓是百依百顺 从来没这么对待过她 如今苏苑为了肖向汗 能主动求我 已经是她的底线了 面对我的再三羞辱她 也有了傲气 故意知就算我之前 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我都来跟你求和了 你还想怎样 行 不就是分手吗 我倒要看看 分开之后 我们到底是谁离不开谁 悟悟 像是为了刻意报复我 当天下午 有关苏苑和肖向汗的热搜 就炸了 原来是苏苑 主动公开了 和肖向汗的情侣关系 跟我在一起时 苏苑从来没有遮掩 自己有男朋友的事情 但也从来没有放出过我的照片 所以此时肖向汗的出现 瞬间让网友们以为 她就是和苏苑爱情长跑五年的男人 一时间粉丝们也都送上祝福 夸两人郎才女貌 苏苑这么做 是想靠恋情炒热度 帮肖向汗接到资源 但她不会想到的是 他们这是在自寻死路 苏苑自从出道后 第一部戏算是拍得比较有灵气 但后面的戏却没有一点进步 这几年如果不是靠 我在暗地里给她送资源 给她炒热度 她早就不知道胡到多少线了 如今这一官宣 就是明晃晃地告诉其他投资方 她跟我就此歌席 不仅肖向汗的资源没有拉到 甚至就连苏苑的好几部戏 都惨遭幻觉 苏苑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开始为此烦得焦头烂额 但好在网友们对于她专一 又大方公开男友的态度都很赞赏 还借此吸了波粉 就连肖向汗都因为苏苑的热度 粉丝量也在直线增长 为此肖向汗还特意朝我炫耀 故意知 就算你不肯帮我 我也能火 倒是你 像个傻子一样付出五年 最后还不是什么都得不到 但还没等她得益多久 我有些哥们看不下去了 他们直接甩出苏苑跟我参加聚会 一起帮我布置周年纪念日 惊喜的照片 甚至直接在苏苑官宣的微博下评论 你到底有几个五年 苏苑算是大流量 一时间有关她劈腿的猜测 闹得沸沸扬扬 原本苏苑还想靠公关 把留言镇压下去 却没想到我那些兄弟 也不是吃素的 说起这件事 我其中一个哥们对我说 顾哥 当初我们就说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 你骗不信 现在被骗了吧 这屈辱你能忍 哥们可忍不了 随着劈腿时间越闹越大 许多知情人纷纷站了出来 之前还备受祝福的两人 不过一夕之间 就成了人人喊打的渣男贱女 苏苑眼看着越演越烈的舆论 还有直线下架的粉丝量 急得焦头烂额 但或不担心 她正在拍的这部戏也出了问题 导演眼见如今她有塌房的趋势 当机立断决定幻觉 苏苑手上本来就没什么资源了 如果连已经开拍的戏都保不住 那她也彻底完了 为了让导演回心转意 苏苑动用了这几年 在娱乐圈所有的人脉 想方设法把这部戏的投资方 凑在了一起 跟她一起来的还有肖向汉 想必她也是想靠这场饭局 多给自己积累点人脉 两人各怀着小九九 却在看到包厢里坐在主位上的我后 齐刷刷都傻眼了 苏苑原本扬着的笑脸一僵 几乎是下意识提高音量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都分手了 你还要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吗 苏苑这段时间被网络舆论弄得身心俱疲 否则她不会注意不到 在她冲我大吼后 周围投资方看她的异样眼神 我沉默不语 倒是一边的导演不悦地呵斥苏苑 苏苑 谁让你这么跟顾总说话的 顾总可是我们这部戏最大的投资方 你最好给我摆正自己的位置 导演这话一出 原本还对我横眉冷对的苏苑傻眼了 就连一旁的肖向汉都惊讶出声 最大的投资方是顾言之 导演你别开玩笑了 他就是个小公司老板 哪有这么大的实力 导演听到她的话 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你一个黄口小儿懂什么 顾总可是A成顾佳人 这些年顾总投了那么多不影视剧 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跟我在一起五年 苏苑只知道她想要什么 我都会满足 却从没想到 给我撑腰的居然是整个股价 看到她不可置信的样子 我终于开口 苏苑我资认跟你在一起的这几年 没有亏待过你 你想拍电影拍电视剧 我都愿意投资 给你铺路 甚至还怕你有心理负担 让大家瞒下了你 结果你去用着我的资源 给你的情人铺路 苏苑就你脸大骂 看到我拿起西装玉走 苏苑也顾不上什么面子 尊严 她狼狈地扯住我的袖子 一只 不是这样的 我之前只是没看到你的付出 才鬼迷心窍地犯了错 说了那些混账话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你就看在我们这五年的情分上 不要跟我计较了 好不好 我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结婚吗 我们明天就去领证 看着还沉浸在自己幻想里的苏苑 我毫不掩饰自己眼神里的嘲讽 苏苑 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 你是发现你又有利可图了 我们的缘分已经断了 好聚好散 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六 最后听在场的导演朋友说 我离开后 苏苑在包厢里嚎啕大哭 而她一心想要捧的情夫肖向汉 也一副面如死灰的样子 这场闹剧是怎么结束的 我不在乎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肖向汉居然再次主动找上了我 只是这次一见面 她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看到她示弱 我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肖向汉 现在苏苑不在 你又想演给谁看 想到自己曾经陷害我的往事 肖向汉脸上的惶恐之色更重 一只鸽 从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瞎了眼 居然得罪了您 我简直死不足惜 可是一只鸽 我也是被苏苑那的毒服逼迫的 我只是个新人演员 她已经是当红女星 她威胁我如果不跟她私混 就要打压我 我真的没办法 看着言辞懇切的肖向汉 如果不是早就将她调查得抵朝天 我都快被她的演技折服了 什么被苏苑逼迫 明明是她在知道苏苑火了之后 自己巴巴地贴了上来 想靠苏苑躋身娱乐圈 如今发现苏苏苑靠不住 而我才是幕后大boss后 怕我报复她又来我面前 主动跟苏苑划清界限 可如果只是为了跟苏苑割席 她犯不着要把我约出来 看到我不说话 肖向汉终于沉不住气了 她从口袋里拿出了好几张照片 一只鸽 这些都是苏苑跟其他男人私混的照片 除了我 她还给你戴了很多绿帽子 这种耻辱 一只鸽你一定验不下去吧 只要您愿意从手指缝里 露给我一点资源 这些证据我都交给您 这一定能让苏苑就此身败名裂 看着自以为能跟我谈判的肖向汉 我带着不屑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肖向汉 你以为你手里的这些 我顾家调查不到吗 苏苑的确可恨 但因果报应 她躲不掉的 至于你 口腹密件 两面三刀 你觉得你又能有什么好下场 想跟我谈判 你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肖向汉 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道尖锐的女声 从她身后传出 肖向汉 你这个贱人 我给了你这么多资源 你居然背叛我 你还有没有良心 苏苑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因为肖向汉 如今不仅失去了我 还失去了引以为傲的事业 结果她却背后捅刀 来了出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不知何时出现的苏苑 打了肖向汉一个措手不及 我冷笑着一脚踩上肖向汉的手 甚至还碾了碾 你不是喜欢玩这种勾心斗角吗 这种被算计的感觉怎么样 肖向汉疼得冷汗直冒 知道我算计了她 却连一点愤怒 也不敢表现出来 倒是被背叛的苏苑 接受不了 再也顾不上自己女明星的形象 像个泼妇似的 跟肖向汉撕扯到了一起 最后两人彻底撕破了脸 肖向汉直接将手里的照片 公之于众 这一招可谓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肖向汉被网爆的体无完肤 彻底成为人人喊打的渣男 就此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而苏苑也因此塌房 成为被资本抛弃的商品 她不是没想过通过公关控制舆论 毕竟在娱乐圈的这几年 她的黑料也不少 只是从前只要她出钱 就能帮她完美解决问题的公关公司 这次却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苏苑几乎咆哮地质问他们 为什么连钱都不要了 公关公司的负责人叹了口气 苏小姐 其实我们是故事集团的公关公司 也只服务故事集团 这几年如果不是顾总交代 你的那些工作 根本不配我们接苏苑听到这些 才知道自己到底错得有点多离谱 原来她自以为的顺风顺水 不过是我一路为她绑架护航 那天从公关公司出来后 苏苑直奔我家的别墅 为了让我见她一面 她冒着大雨在别墅门口 跪了整整一夜 可我却没有心软 就任由她这么跪了下去 最终在第二天早上 苏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她亮亮呛呛地起身 嘶哑着声音冲我的别墅大喊 一只 我现在知道你对我的好了 之前是我不懂事 是我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孽缘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 七 而苏苑嘴中证明的方式 就是按照她记忆中 我那块玉坠的样子 将全部身家用来买了块上好的玉 还亲自雕刻成形 甚至找到了全国最有名的寺庙 跪了三天三夜 求主持给玉坠开光赐福 苏苑虽然如今在娱乐圈人人喊打 但她也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关注 网友们看到她的所作所为 也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她从前仗着自己演绎生涯 顺风顺水 在娱乐圈可谓是清冷孤傲 可现在她却低头了 甚至不休蝙蝠的 在人来人往的寺庙 就这么跪了三天 拿着被开光的玉 她想以此来跟我求和 她在别墅外蹲不到我 于是就找上了故事集团 看到我下班 她不要命地扒拉着我的车窗 像献宝一样将那块玉捧到我面前 一只 我把你的玉坠复刻出来了 我们的缘分还没有断 一只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跟我一起的还有我的好哥们 看到死气白赖缠着我的苏苑 她嘲讽开口 苏大明星从前也没见你这么爱一只 怎么 现在就突然回心转意了 你以为我们一直是垃圾袋啊 什么垃圾斗装 面对我哥们的羞辱 苏苑求助式地看向我 从前在我跟苏苑在一起后 不仅我爸妈不看好 就连我身边这群朋友都再三劝我 多考虑考虑 可那时候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非苏苑不可 每次他们跟苏苑有争执 我都会挡在苏苑面前 替她说话 我没有装作没看到她的眼神 却也只是冷漠地吩咐司机 开车 出事了我负责随着司机踩下油门 苏苑猝不及防被带倒在地 从后视镜里 我看到她浑身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蹶一拐地试图追车 看到我在车里闭目养神的样子 哥们拍了我一下 我本来还怕你旧情难忘 又心软了 看来这次 你总算看清她的真面目了 像她这种女人 娱乐圈一抓一大把 说是什么清纯小白花 都是装的 等她们见识了花花世界 哪个还能保持本心 随着哥们的话 我眼前又浮现出 第一次见到苏苑的场景 虽然后来她对我有许多的欺骗 但那时候的她 到底还是真实的 只可惜 花花世界迷人眼啊 见我沉默 哥们又说起了 等会儿的那个饭局 你之前投资的那部电影 导演一直定不下来 最终的女主角 这让你来长长眼 那些全是刚进娱乐圈的小白花 赶来混娱乐圈的 大多都是人精 看到我 那几个女演员 对我甚是恭维 一举一动都透露出讨好 唯独一个叫沈宇芝的女生 只是在我进门时 不卑不亢地 给我打了声招呼 导演注意到 我看了她好几眼 于是立刻将人 推到我面前 还不停地 给沈宇芝识眼色 示意她给我敬酒 结果面对一个 这么好的机会 沈宇芝却不干了 我是来面试工作机会 不是来当陪酒小姐 导演 你要是信任我的能力 这个角色 我一定给你演活 至于其他的 我做不到 她这番话出来后 在场的导演 制片 脸色都难看了起来 就在气氛僵住时 我却突然开口解围 你就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觉得你一定能比别人 演得更出彩 沈宇芝听到我的话 信心满满又质地 有声地介绍了自己 看到她这腹部之 天高地厚的样子 其他几个女生 已经开始在暗地里 耻笑她 结果在听完她的介绍 在众人没反应过来之际 我却直接拍板定论 这部戏的女主 就她了 众人虽然不知道 我到底看中了 沈宇芝哪一点 但我既然已经开口 那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就在众人准备 祝贺沈宇芝的时候 包厢门口 却突然传出了一声 哀怨的质问声 你就是因为她 才不愿意跟我 重归于好吗 八 一路跟踪过来的苏苑 此刻正站在门口 眼神里 全是被背叛的 伤心和愤怒 刚刚沈宇芝滔滔不绝 又聚聚铿锵的样子 她也都看在眼里 从沈宇芝身上 她像是看到了 最初刚进娱乐圈的自己 这个发现 在我冷不丁拍板定下 她是女主后 让苏苑更是再也 忍不住心里的酸气 苏苑 一知你选她 难道不是因为 还没放下我吗 你明知道 她跟我当初有多像 你这是在干什么 找我的替身吗 可我现在 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 就不愿意原谅我一次 还要找一个 A货来替代我的位置 被叫A货的沈宇芝 有些不服气 皱着眉就想对回去 结果我却抢先一步开口 她的确很像之前的你 有灵气 有野心 最重要的是 有底线 这样的眼云 我有什么不捧的道理 苏苑 当初我不是也倾斜了 数不清的资源给你吗 可是你呢 早早就在名利场里 迷失了本心 苏苑还沉浸在自己 有多委屈的情绪里 她又将那枚玉坠拿了出来 我都愿意为了你 拿出全部身家 给你打这条玉坠 这还不能证明我爱你吗 看到她这条玉坠 我心里涌起无边的讽刺 苏苑 你到现在都还在自欺欺人 这快玉 连一万都不值吧 原本还委屈的苏苑 在听到我的话后 脸色漠然一变 她眼神闪躲 下意识将玉坠钻紧 看到她还想狡辩 我再次开口 网上那些所谓的 散尽家财重金买玉 还有你在庙里跪了三天三夜 这背后不都是你在炒作 你想靠这些欺骗我 祈求得到我的原谅 但苏苑 你忘了 我是顾家人 从前你把我骗得团团转 那是因为我爱你 爱得眼盲心下 但现在 在我面前用这种手段 你是在移卵机时 苏苑眼看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已经被我砍穿 顿时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原本被她握在手里的玉坠 也脱手落在地上 碎成了两半 知道跟我在无可能后 苏苑在酒店保安的驱赶下 失魂落魄地被带出了包厢 在被赶出去前 她嘴里还在喃喃自语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插曲结束后 我揉了揉太阳穴 起身跟包厢里的其他人告辞 在离开前 我给沈宇芝留下了一句话 学一先学得 做戏先做人 我不知道这句话 沈宇芝能听进去多少 但我还是想再赌一把 酒 后面几年 故事越做越大 我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 苏苑也在没机会找上我 这几年里 在父母的催促下 我和一个门当户对 但连面都没见过的女孩 订了婚 对于这种商业联姻 我虽然不喜欢 但也谈不上排斥 毕竟夫妻恩爱是难得的佳话 如果遇不到 相近如宾也是好的 但我没想到 在前往黎巴嫩的飞机上 我遇到了一个叛逆的女孩 交谈里 我得知她是不满家里安排的结婚对象 所以直接离家出走 白了黎巴嫩 也许是兴趣相投 我们在一国他乡 就这样互相萌生了好感 就在我们俩人决定为了对方 和家人在抗争一次时 却发现原来我们俩 就是彼此对方 未曾谋面的订婚对象 结婚后 我们彻底定居国外 直到沈宇芝拿下了影后大满贯 她邀请我参加颁奖礼 我才带着老婆 再一次回到了A城 领奖台上 沈宇芝作为最年轻的大满贯影后 她看着镜头 眼神一如我初见她时那样干净 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的伯乐 没有她 也不会有如今能来领奖的我 我会一直记住 她送给我演艺生涯的第一句话 学艺先学得 做戏先做人 坐在观众席 看着闪闪发光的沈宇芝 我由衷地为她鼓掌 这次 我没有赌错 后来沈宇芝跟我提起苏苑 语气里难免有些惋惜 为了能有热度 苏苑最后去当了艳星 脱下去的衣服 再也没穿上来过 后来等那些资本嫌她没有新鲜感了 就这么被舍弃了 现在也已经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了 听到苏苑惨淡的结局 我心里只有一阵唏嘘 看着机场里满是 沈宇芝宣传的海报 我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原本苏苏苏苑也能有这样的人生 只可惜 人生如其 一字错 满盘皆啰嗦 全文完 接下来 似乎